如果有一天我的理想被风雨淋湿 你是否愿意回头扶我一把 如果有一天我无力前行 你是否愿意陪我一个温暖的午后 如果我问你什么 你是否想到妈妈梦中的惊奇 如果那是一个你不熟悉的家 你会不会把善良当作路牌 如果这是一个国家的未来 你是否让它酣 vorbei 不要再彷徨 一前进度到别人的世界 寻找自己 哪来这么多只羊啊 羊居然长这样 什么羊里面 哼 你们有没有听见他回应我了 就说得好像城市里的孩子啥活干不了一样 我又不是废物 我说的东西走人 一走了之 冯博超变相结束 爸爸不愿让孩子受半点苦 冯博超不愿当家人的拖累 这份互相拉锯的爱 又一次化成父子矛盾 摆在冯博超面前 这一次他能否不再逃离 以其他的方式化解心结呢 丝毫没有察觉到家中气氛的异样 闲着无事 储昌决定 出门摘点蔬菜回来 裤子又脏了 衣服也脏了 我要先去洗下衣服 我要换衣服 我衣服必须得换 储昌决定 出场带着一身泥巴回家 妈妈立马帮着换下脏衣服拿去清洗 妈妈洗衣服 洗裤子啊 孩子们无微不至地照顾 面对无形影的劝戒 不知所措的妈妈 哭了起来 差不多 我妈每天也抢的是这样 然后我就感觉挺同情这边的妈妈的 也许是从未听妈妈和自己说起过这些 悄悄站在门口听见谈话的求生 突然崩溃地跑开 看到我妈哭了 觉得自己很痛苦 很难过很难过 心疼妈妈 我不想看到我妈妈哭 我看不到她们掉眼泪 我要照顾好我的爸爸妈妈 努力地学习和训练 以后不让她们哭 就让她们舒服地坐在那里烤火 我切的部分美 切的部分美一包 你看到 每次我的部分撒走 你笑点 看 同样是母亲 同样是大字不识 此时的吴欣颖 在妈妈诉说的苦中里 似乎也体会到了 自己妈妈的苦涩 我能体会到 我记那回我让我妈买饭 然后她不认识字 她挨家挨家问 挨家挨家问 买错了 我提回来 我说不是这个 她又跑出去挨家挨家问 给我买 那时候我记得特别深 我记得特别深 我记得特别深 我妈都不理解我 然后我都觉得我妈 就是因为没有学习过 没有文化 所以我就有点就嫌弃她 烦她 我觉得妈妈是想要靠近我 但是我 每次都是以各种理由 去拒绝她 各种方法拒绝 烦不烦 你烦不烦 然后来到这边 然后有些各种事 让我自己反省 我那时候觉得她太啰嗦了 不来找她关心我 妈妈关心你 此刻的无心影 似乎对妈妈曾经的失职 多了一份理解和包容 我们拿出了在出发前 吴妈妈拜托节目组 交给吴欣颖的一封信 这啥是写的 我帮你念吧 嗯 亲爱的欣颖 我的儿子 当你打开这封信的时候 你已经离开了妈妈 在千里之外了 这是你出生以来 我第一次以这样的方式跟你沟通 其实我的心里有好多话想对你说 但妈妈写不了字 只能让嫂子带笔 你现在十六岁了 又高又帅 妈妈看着就高兴 从你出生起 你就时刻牵动着妈妈的心 从蹒跚学步到鸭鸭学语 当你第一次开口喊妈妈 我的心都要融化了 孩子 在你成长的过程中 妈妈缺失了很多 妈妈恳求你 向我敞开心扉 让我们成为无话不谈的知己 儿子 相信妈妈 之前是妈妈做得不好 我会改正 面对艰难困苦 儿子你要坚强 不要向困难低头 儿子 勇敢地出发吧 妈妈会为你的改变而自豪 好 妈妈已经爱你了 爱你的妈妈 从心开始 装的真心 从心开始好了 可以吗 我妈以前也没有 用这种方式给我写过 然后她也不会写 还是让嫂子给我写的 我挺震惊的 然后也特别就是感动 我觉得我这多年 可对不起我妈 就感觉更有误会她 妈妈 我就是从今天开始以后 教你就是写字和认字 可以 然后以后你出去也都方便 可以 妈妈和吴欣颖的一番谈话 让三个孩子各自的心事 都更为深重 冯伯超也对家里的情况 有了更多的了解 接下来 她是否还会和爸爸 继续冷战下去呢 把你平时偷看起来 这些还会和爸爸 荣誉的事 让他的老婆 都让他收起来 平时以后 从他身体的睡觉 地环节 留了什么 人家 他让他家 下一个失去 神神秘密的他要出门干什么呢 风波烧变形结束 直接收的东西走人就行了 我收的东西走人 风波烧变形结束 爸爸 想了想不能走了 走了那要逃跑 逃跑不是一个男人的所作所为 从一开始来到这里 从来没有想过逃跑或者是走 后来就觉得自己成为了家里的一份甜蜜的负担 觉得爸爸想在我们还在变形的时候 多给我们一些陪伴 多给我们一些关爱 因为看得出来爸爸真的很爱我们 在那个时候我真的我有点左右为难 所以说我选择了帮这个家里多分难一些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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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拿 来来来 谢谢 谢谢 经过了昨晚的深思熟虑 不想再成为家里累赘的冯伯超 决定为这个家付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你做工是做一天 做一天 对 对 对 你两个现在就可以去 你这上面先下来 我在下面搬 行 你这上面搬 你把环的边缘就可以了 对 看啊 这水也会花的 后面全都是吗 对 一拆 下巴一拆 全都是 全部写完 全部写完 我的天 这么多 但是我又不好意思说 我又要面了 我又不能说 我的天太多了搬不了 多少钱呢 一包五毛 哈 一包五毛钱 爸 咱家欠多少钱 水泥八百块 小猪三千块 一共要五千块 要搬十丑水泥 这是多少袋 多少袋 嗯 才搬到一百袋 才 这里还有八百袋 啊 啥 八百袋 两百袋就是二十吨啊 一车八百 要搬多少多少车咱 要搬四十车 四十车 四十车 四八三十二 三千二百吨 四十 四十袋等于八四十吨等于八百袋 对 要搬多少车 要搬二十车 二十车 乘以二 不是四十车 乘以二 这是八百乘以二 是吧 八百乘以二十 一万六千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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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是一万六千袋 一万六千袋 对 一万六千袋 一万六千袋 一车有三十吨 一吨有十袋 一袋是一百斤 然后我们搬了三十吨 那就是三百袋 一袋五毛 三百袋能挣一百五 八百八除以一百五 完了完了 真算不明白 我的天哪 这付出跟回报不成正理啊 我这五毛 我的天哪 还没到一半 绝望 我现在我现在这个手套戴着紧 你知道吗 手中了 这要钱来得不容易吧 师傅 师傅 不成正比啊就是 来 加油 来 搞完 今天我觉得爸爸特别像一个超人 他搬了那么多水泥 今天我也尝试了一下去背那个水泥 我自己背了一袋就不行了 但是爸爸自己也背了几百袋 很难想象 爸爸已经像这样坚持了好多年 背了几万袋 十几万袋 好几百万袋 我觉得爸爸身上的袋子太重了 特别特别重 他不挣钱 这个家没法维持正常生活 他真的是生活所迫 真的 爸 这钱太难挣了 正是这份付出与回保不成正比的工作 爸爸却用他勉强地支撑起了全家人的生活 一 二 三 四 五 五 五 七 八 这么一看就开心了 九二十 你们一工资卸了二十三吨 十块钱一吨就是二百三十块钱 就是你们两个的工钱 工钱 这二十三吨重的水泥和来之不易的二百三十块钱 可能是冯伯超成长道路上最重的一笔财富吧 回家路上 或许是想跟爸爸解开之前的心结 冯伯超再次向爸爸提起了割草的事情 咱那个山上是不是割草 割草 一天七十块钱 对啊 对不对 那个钱好赚 对对 你心疼我们 让我们在家里面玩 不是 闲着 那几天下雨啥活 你也啥活干不了 对不对 对啊 那么好个活你不跟我们说 就因为心疼孩子 我们是吃不了那个苦啊 还怎么着呢 我也知道你们能吃苦的孩子 不是那么个事爸爸 一家人就是得苦一起苦 他甜他一起甜 对 之前咱家是不是就是一年里头 没有一天三餐都有肉的 天天吃肉不可能吧 对 那为什么 这样我们 我们天天吃肉为啥 最好的菜就是这个 你没有什么好的菜吧 我明白了吧 这葫芦不让我们干 又吃最好的 那我们怎么能吃得下去啊 有活多让我们干 对不对啊 好的好的 我和儿子都在家里呢 多让我们干点活 替你分担分担 可以 可以 我们很喜欢你们来 一辈子 从现在到一辈子 我都双手喜欢的 真的 我骗你 我骗你 看啊 你先照着这个写一下 横 撇 拐个弯 不能放弃 爸爸你洗洗手吧 我给你涂着药 洗手了 洗过了 忍住啊 对 上面都是水泥 我都害怕得了伤口感染了 妈妈 去房间睡吧 去休息吧 可以 有没有过遗憾呢 我就喜欢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一个人静静 我身边朋友太多了 但是我感觉我太孤独了 我最大的遗憾应该就是玩音乐吧 如果说我一直坚持玩音乐 我不听我爸爸的化学建筑 我就只有精神财富 人生最大 最要干的事情 就是让你开心 我相信你是学音乐比较开心 所以你就直接 当个那个音乐家就得了 多好啊 爸爸你这辈子最遗憾的是啥 我小的时候不能录累学习 没有文化 没有知识 现在我最遗憾的就是 这两个孩子们教好 就是话也不会说啊 我也希望忙去睡忙去鬼 到你们那样的年龄 会说话 会和你们交流 这是一个特别特别特别好的爸爸 有担当 而且特别伟大的爸爸 特别特别 我和叔叔说好了 以后叫他 阿爸然后叫阿姨阿妈 我叫你嘎舌嘎舌 吴欣赢这孩子怎么过 都好了 挺舒服的 是吧 很舒服的 好 很舒服的 去附近有名的大山洞看看 而楚长则在村子里找到了新的玩伴 哪来这么多只羊啊 羊居然长这样 小羊蜜蜜蜜 你今天要在这里放一下羊子 要我帮忙放羊 对 你在这里看羊子 我妹妹就属羊了 我是属牛的 小羊蜜蜜 小羊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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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蜜蜜�蜜�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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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蜜���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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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よう 后面再来 vagy二ıl 好啊 看你脚脚 笑 喂喂喂 你放下来 我摸一下就可以 把我摸一下 появ 搭 搭 可以了叔叔 可以了 那叔叔再见 再见 太好玩了 你们看 那里就是黄公洞 我天哪 这是天险 太震撼了 我的天哪 吓得黄看着 就是觉得自己很渺小 应用可大了 压抑感 对特别害怕 就大自然太庞大了 就跟我爸似的 我不管干啥事 我爸都在后边撑着我 然后就感觉 我爸罩着我 有一次我小的时候 就是砍那个金银花 就这只手 被砍了两半的 那时候要呱呱呱呱地流 流很多血 我爸就赶紧抱我 直接抱到医院 抱我跑到医院 回头快吓死你妈了 之前就是小的时候 特别特别小的时候 来这种景区 我不是看不着吗 我爸就把我滴得到他肩膀上了 那是我爸做到最暖心的动作 也是就是 就是我认为最最最最最最最暖心的动作 你知道我爸做的最暖心是啥吗 我当时生病 发烧发了可言这种四十度 直接病蒙过去了 在医院直接就是睡了 两天 我爸在旁边陪了我两天 当时还给我买了很多玩具 哄我让我醒 操死心呀当时 我想家了 我感觉还在家里好 我就是想家了 想起就是他们给我做了饭 然后在这边也不咋方便 然后到了那儿 然后我又想起各种各种事儿 然后又感觉想家了 想我妈 有点想我爸 那个环境给我特别特别大的那种 没有安全感的感觉 那种感觉特别恐怖 没有安全感 我就想家 我就想爸爸妈妈 我好想你啊妈妈 爸爸接了个神秘的电话以后 忽然开始着急地寻找求生 卡外旁边的手里 没见啊 卡下孟吉斯带的手里 没见啊 卡下孟吉斯 没见啊 你见孟吉斯没了 没见 没见啊 孟吉斯还没回来啊 孟吉斯还没回来啊 没看来啊 没看来啊 几个孩子终于到家 爸爸赶紧让求胜回个电话 原来这通让爸爸焦急不移的电话 是求胜的体校教练打来的 就是念啊 这些小不破啊 反正就是你教我那些了 我都走了 啥情况求胜 大比赛 就是五天在家里训练 八号过去九号测试打比赛 从明天开始我就得训练了 开始训练了 你别这几天把自己练伤了 我练的时候我必须得要保护我的身体 首先别让身体受伤了 不管他练多练少 首先别让自己身体受伤了 我好好地把握这次机会 自从我一直练我就想去比赛 比个好成绩 我觉得下一次很能找到 这是我唯一的一次机会 我必须得争取它 求胜的体校教练 通知他参加周运会种子选手的比赛 这个机会突然落到自己身上 求胜显得既意外又紧张 加油努力 知道求胜这是第一次比赛的时候 对他期望特别高 我感觉他说好厉害啊 你看我像这孩子前途无限辉煌 面对即将到来的比赛 面对即将到来的比赛 比赛 我跟你说跑步最好玩就啥吧 跑步有两次犯规机会 我每次参加比赛 人家喊雨贝 我就强跑也没 你知道为啥不知道 吓他们呀 让他们心里就觉得我特别强大 就心突然一下压力一下 吓他们我强跑 雨贝 破了 你不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 哥就各位 预备 顾 一比一都腿呀 真的是 living 是吧 预备 跑 打扣 我当时那正辉煌的时候 也不算辉煌 也是一个月多月没练 我一百米十一秒整 我一百米十一秒 怕我怕 我不怕 因为练体育的 欺负我一个一门一月的 我还是老肉病残的 球胜 你进来吧 外边太冷了 你把东西拿进来 进来也能练 外面很容易感冒 我跟你说 你影响影响比赛 不是感冒了 你想想 我跟你说 你在外边锻炼 我们里边是不是都担心 你就这么甘心 让我们在 让我们担心 进去吧 走吧 你歇会呗 今天才第一天 还有四天 所以有四天我要 抓紧时间 怕我赶不上别人 因为人家就是练得有重量 我就练得有个棍子 球胜 我跟你说 这才第一天 你只要不断 对 就行 你第一天你要是依着这样练 会把身体练肺 对你会练伤 后面几天都练不了了 你明白了吗 多不尝试真的 你只要每天都练就够了 我练的不是劲 我练的是蹊跷 我要知道这个蹊跷怎么做 才能把这个重量挺起来 我练的现在每一个动作都是 不是用力的 都是要放松 不能用力 如果一旦用力的话 就起不了了 两个哥哥担心 求胜面临比赛压力过大 想用轻松的方式 来为求胜缓解压力 好 下面进入了是中国战队的求胜同志 他现在举重是580公斤 这个让人叫什么新悬的比赛 马上就要开始了 他要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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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着他举了 举了 啊 他会成功吗 嗯 哈 他成功了 来求胜 教教我 蹲下去 蹲下去 教教什么才是你 我不会蹲 我们来自河北河南河南省那个贺碧市 一个笨蛋选手上线了 好 他成功的距离了一公斤的重量 我们为他喝水 为他加油 好轻松 哈哈哈哈 照你这么说 我不会蹲的人还没法练举重了是吧 我不会蹲 我只能这样蹲 你是个弟弟你是 我这 我这一蹲 我都 我都翻了 贺碧市的人丢人 你快回来吧你 在小伙伴们的嬉闹中 求胜渐渐放下了内心的紧张 也许这就是陪伴的力量 求胜陪伴着城市的孩子们 一点点改变 而小伙伴们也在陪伴着求胜 不断地成长 我去 我不被抽 想家 我跟着陪伴 发生!". inner 早上回头 第一把心就冷住了 明天去比赛了球生 不要急 不要急啊 慢点 办好 你都搞什么 那个都想什么 那个都想什么 两个都是蒙的 八球是第三次十球 这世界总是有很多不同 我们也有不一样的梦 芒果仔带你玩转芒果星球 扫描下方二维码 或打开芒果TVAPP 领养你的专属芒果仔 和它一起参与芒果星球公益行动 为山区孩子们的梦想 助力护航 对一步 总会害过天空 了解比拒绝 更容易沟通 伸出你的手 抛开主管 试着接受 但悲伤在心里 永远不停留 如果换一换 试着走别人的路 也许能明白 有些事该要满足 经过那些不足 我们学会在乎 学会珍惜从前 来自不易的幸福 登陆新浪微博搜索变情计划题 参与节目讨论 感谢一下网媒支持 凤凰娱乐人民网北京网环球网 中国日报网国际在线 中国企业网千龙网 中国网粉丝网 中国娱乐网 360娱乐 猫坡娱乐 大象网 红网 大众网 曾经犯的错误 告诉命运 我们没有输 我们的 rece筹 画讽 是 除死 示範